我覺得巴菲特 把台積電的股票賣光光 而且橋水 Bridgewater的Dario也一樣 我覺得國民黨如果不笨的話 把這些大手鼻的 這些大老闆的動作 可以一直利用到年底 因為這個100個消滅錢 要出來消毒 也消毒不了 因為巴菲特 大家聽巴菲特的話 巴菲特都不敢買台積電了 你民進黨要好好檢討 到底問題關鍵在說 到底台灣危險不危險 這種東西消毒已經沒有用 我就有用了 因為我一直講台灣沒有危險 所以政府應該派我去美國 針對巴菲特要派我去 歐馬哈 連布拉斯卡 說你錯了 你錯了 要聽我的 我一直講台灣沒有危險 不過講到這個蔡英文 這個視訊在國本 她跟等民主峰會的演講 她講得不生動 要講民主 講自由 這是要勞講你知道 勞講就是講台灣是自由的燈塔 是民主的堡壘 要這樣講 我跟你講她就是 蔡英文就是文青 就是巴菲 不讓人感動 她又講那些東西 我跟你講現在其實 美國帶頭的這個集團 跟對面那個集團 是美國一直在講 是價值體系的不同 價值體系的不同不是只有民主 因為這個是民主峰會 所以他強調民主 但是我請問你 我們台灣人民現在是拒絕統一 雖然阿寶哥給我講 他拒統這兩個講不出來 但是他說如果說 現在暫時拒統可以嗎 我說你要講就要講永遠的 你說只講現在沒有票 但是侯友宜厲害 侯友宜說反對 一國兩制 那我問你 請問國民黨講這個 反對一國兩制 講得很順口 一點都沒有問題 對 你講 我們都反對 我就講了 反對一國兩制對不對 那我問你講 反對一國兩制很順口 講劇統很為難 差別在哪裡 劇統 不 你旁邊那位大佬就是這樣 那我問你 沒有 我很順口 我問你 你反對的是兩制嗎 兩制 三制 四制都沒有人反對 你反對的是上面那個一國 你既然反對一國 你不是反統嗎 當然是 但是我們拒絕現在或是未來 或什麼時候跟中國統一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民主 我們有民主嗎 你去做做田野調查 就是有一天 中國跟美國一樣的實行 這種美式的大義式民主 台灣要不要跟他統一 還是不要的 這個就讓我回想到 曹信誠講的 曹信誠罵北京 北京把中華民國搞死了 又不許他穿獸衣 這曹信誠是對了一半而已 我共事要你死掉 穿獸衣 然後送到二兵去火葬 你知道嗎 他不要你借斯華文 這樣好像湘西敢施記 又回到中國來討拍 不是這樣的 我們如何 這國民黨很重要 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就是說既然這樣 既然中華民國 北京說你死了 你少來這一套 獸衣要穿 那我們如何解釋我們自己 我告訴你 在1945年從大陸來到台灣 這個半死不活的中華民國 沒有死 他也許半昏迷狀態 主持人我請問你 半昏迷狀態的女人 會不會懷孕 而且小孩子會不會長大到滿月出席 所以從那個時候 這個半死的女人懷孕了 小孩子出生了 而這個小孩子長到今天幾歲了 都快80歲了 長到80歲的小孩 會願意跟那個被打我媽媽打的 半死的人統一嗎 這個關鍵是在這裡 而且這個小孩子出生以後 他就不信 不信中華民國 他叫中華民國台灣 變成負信 中間畫一個heaven 畫一個線 中華民國台灣 表示說我尊重過去的歷史 但是我是一個新的人 你講對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的話就安排 給我一個專訪 來 江年兄 你怎麼看 這個對 國家隊 那個國家隊 還有專案辦公室要幹什麼 這毫無用錯 對 他為什麼要一直搞這些東西 你也從教 他老大有問題 當然是 我跟你講 我舉例 我們現在有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洗錢防治辦公室 掃紙化辦公室 個人資料保護專案 沒有一個成功的 國土安全 節能檢探 科技匯報辦公室 食品安全 一大堆 我們就光光是 是直屬院長室嗎 對 直屬行政院長 副院長做著急 我們就光講掃紙化辦公室 弄了半天現在是怎樣 因為我們行政院的架構 本來就是如果是跨部位協調 有政務委員 你應該問政委為什麼沒有工人 怎麼會想到要剝奪政委的權力 來成立專案辦公室 直接到院長室 這實在太奇怪了 怎麼會有這種思維 這實在很奇怪 像資安辦公室 就是我是個人有經驗的 就是大家都很多東西都在亂 尤其是臉書 常常有詐騙廣告 就不知道要找哪個單位來處理 現在行政院就有資安辦公室 有比較好嗎 偽害就被人家盜用過 到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偽害權 資安辦公室他同時還有訴發部 我強調一個就好了 他有個打炸國家隊 成立來之後 結果我們的詐欺的人數是 去年多了2000個 多2000個 績效就這樣子 一看就知道 所以這些就是我就回想到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那時候經濟不好 我就問了經紀委主委 那時候應該是陳博智 問他說怎麼辦 他馬上很快的回答 成立委員會 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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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問題 成立委員會 你們國民黨團 應該把所有的部長請出去 不要來立法院 然後你所有國家隊的負責人 列席備訓 這樣才對 就行對副院長 你差一個 我這個很愛心的 真的是腦筋已經窮了 不曉得怎麼辦 因為他這個代表 國家隊的意思就是說 橫向是各部會的聯同 值得是中央跟地方的協調 對不對 要召集人都是副院長 這個樣子 十幾個都好 這個樣子就表示第一 他承認目前的體制不好 沒有效果 所以他又疊從家 設了一個新的單位 但是你這個直線的 現在就一樣了 你這個地方如果是跟你不同黨 還有是跟你同黨 這個效果一樣嗎 以前講到國家隊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是集我們 2300人之所知所學 所有的人力 財力 物力 務必要怎麼樣 譬如說我們要打棒球 我們要打進奧運 在1980幾年的時候 大家都阿威在看棒球 從這個青邦 哨邦這樣慢慢 哨邦 青邦 像青少邦這樣 揹揚起來 可是現在國家隊變成淪為口號 這個我講一個可能 康哥不知道 日本有個很流行的動漫 叫一拳超人 他裡面有個很著名的台詞叫做 因為他每次說一拳 就可以打敗那個壞人 如果一拳不能解決的問題怎麼辦 他就再來一拳 兩拳嘛 對 就再來一拳 如果一個國家隊 無法解決的問題怎麼辦 再一次的國家隊 我現在剛剛在講 番鼠國家隊 外送國家隊 對 我就舉這兩個 番鼠國家隊是把台灣各地的 不同的番鼠 憨疾 然後地瓜 他要賣到全世界 很好 你成立了這個國家隊 花多少錢 第一個 第二個 你到底 賣到國際上賣了多少 第二個 我們台灣現在大家的路上 都會看到有一個黑色 綠色的一個 外送 另外一個是粉紅色 這兩家最大對不對 我們有外送國家隊 我就問 都已經有這麼主要的兩大家了 你用外送國家幹嘛 學姐 因為外送國家隊沒有這兩家 是上次唐鳳去視察之後 唐鳳那還是疊瘡家務的第三層 2020年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外送國家隊 因為疫情起來 2020年的4月的時候 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這是經濟部當時的宣傳 說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出現了很多 大家不能出門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組外送國家隊 沒有開玩笑 這五家就沒有我講那兩家 那兩家當時就要運作了 大家電話打起來 手機一弄就是一個Uber 一個Foodpanda 他根本沒有在這裡面 他不需要 他已經做得很好了 然後你知道這樣子光是要做這五家 花1.6億 外線都要花錢 結束了 因為他不需要 後來就效果不髒 他要去幫助這五家 但問題是已經有明明兩個大家了 然後剛剛學姐在講說 唐鳳要點面線 對 我也覺得奇怪 你數位發展部 200多億的一個部 為什麼上來以後 第一個是要幫大家去點面線 還講得好像很文青說 你接口的面線你要點嗎 很多人都暈倒說 我要點 我還要你幫忙嗎 我都可以點得到 所以這些事情 但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 他是有花錢的 光是外送國家隊 也花了1.6億 第二個 他效果是不髒的 然後就一個又一個 三幾個國家隊之後 什麼都沒做成 可是他在宣傳上面 很多人覺得說 很好 我們都有國家隊 我們要怎麼樣 宣傳大於實質效果 可是錢卻這樣花掉了 現在在繳稅 這個稅金不是這樣花的 如果沒有效果的國家隊 就不要再做 而且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新聞上某大報 我們現在是三大報 頭版頭 因為每天早上 我自己廣播節目 我都要看頭 我很驚訝 因為這個事情 我相信是確實發生 但是有到頭版頭的重要程度 第二個 因為台灣基金 跟這個叫台灣的家 這個副名牌這位女士 他接到電話 我相信他是接到電話 為什麼 因為當你有上網去購物 不管是成品 唐鳳部長請你聽清楚 不只是在成品網路購物買東西 現在全台灣所有網路購物網站 刷完卡之後馬上電話就來了 不然現在看我們 邵康戰警司的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這個經驗 我才在網路上一輸入什麼時候 這個張先生 我告訴你 你的刷卡記錄 我們這邊有錯了 請你給我帳號 他下一步就要詐騙了 好 因為我不認識這位楊女士 他顯然是接到了 就是因為他有刷卡買書 之後他接到了企圖 對他進行詐騙的電話 他可能聽到對方是操大陸口音以後 談話談了很久 開始錄影 他說接了三通 因為後續人講說這個人很願意聊 我們可以有業績 然後就講到兩岸 那大陸的人會講什麼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只有他接到統戰電話 可是觀眾朋友 台灣數以萬計的人 接到詐騙電話 這其實是詐騙電話 衍生成他跟他談統戰 我的看法是這樣 它是延伸出來的 就是說你恒誠接過打電話來 要給你統戰的 並不是主動的要去跟他說服 你說他接到是詐騙電話 才因為聽到對方大陸口音 就跟他談起統戰來了 對方就開始講說 台灣是我們的類似這樣 我們軍事很強 一是這樣子 第一個這是我個人看法 第二個 你接到電話之後 因為你刷卡 你任何到地方去消費以後 因為流出了個資 馬上就有詐騙電話跟進 而且其實網路上 已經有人在賣台灣的戶籍資料了 為什麼唐部部長 你都沒有這樣親自跳出來 你現在去查申請 我覺得是莫名 你應該查這樣的現象跟狀態 在台灣有多麼的氾濫 都是詐騙 詐騙是為了要騙你的錢 你說這樣的過程當中 有達成什麼統戰的那個 沒有 而且因為這個記者會開來 我覺得有點歪了 他認為大陸已經有一個統戰部隊 跟台灣特別打電話聚焦 我就問 觀眾朋友 你有接到這種統戰電話嗎 我告訴你 詐騙電話接得多了 打電話來說 兩岸是什麼一個國家的 倒是沒有 這很清楚 因為我講話我要負責的 我對這件事情 我個人知覺看法 其實就是這樣 他今天接到大陸的口音的人 開始要進行詐騙以後 他聊開來 趕快來 趕快開手機 我跟他開擴音 然後就煞有其事的認為說 這個中國大陸已經阻了 我不認為台灣沒有希望兩岸統一的 有 是有 但是你把它當成是 這是一個統戰電話 我覺得本質它其實是詐騙電話 不是統戰電話 我有自己接到過 因為剛剛阿良給我看了一個新聞 這件事情是很詭異 而且有一點小題大作 這個個資洩漏 就已經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比如說我們每隔幾個禮拜 就接到說你用健保卡 趕快按久 健保就會跟你討論 我就說哈哈大笑 我說你是大騙子 我是醫生 你少來 他就他怎麼反應 他就掛斷了 但是今天學者就這個案子衍生 那個學者是誰 現在報告 這個學者是我最看不起的 這個學者就是 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的秘書長 王志勝 他是誰 這個學者 你還不懂 我跟妳講 這個就是 活過落寡聞 不是 風風火火 就是每一次選舉 他是很綠的 然後他每次他挺綠的候選人 大肆已去的10天前 就他去開始做民調 然後就把這個做CPO 把這個候選人做CPO 結果就是說他贏了0.5 贏了1.0 1.5 但不會超過3 然後開票出來就輸個10幾% 這個很丟臉 而且他最可笑的地方就是 他一再做 一再做 柯知恩對講做了5個 他取了這5個 把柯知恩做得非常非常低 柯知恩後來開票出來有40% 所以這個王志勝為什麼 陳明通嫁出的學生 不敢會做假論文 而且腦筋壞掉 不是 你要騙人的怎麼樣 你不要一再做同樣的手法 我現在每次看到 王志勝上監視節目 在講那個民調 我都想要吐 你知道 會想吐 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鄭文燦定調 因為他把它認為是政治作戰 他要塑造一個氛圍說 我們的資料外洩已經嚴重到 人家都知道你在買什麼書 太虧笑了 那就針對你買哪一類書 然後是大陸不喜歡的書 你就會接到電話 他事實上就是塑造這個氛圍 我只好奇全台灣 目前開來只有他一個 接到這種電話 所以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 買這本書接到這種電話 可是只有一個個案 目前是接到 目前只在開的 而且我們台灣反共的書 又不是只有這一本 剛好就是沈柏祥的書 就是黑熊學院的執行長 就剛好就是他的書 為什麼不是別的反共的書 我們台灣反共的書很多 對 而且他們一直在強調 中共的認知作戰 就是曹星成他們這賴下來 他們都在強調這個 如果說他整個的 合理的這個狀況 就像是韋翰剛才講的 我覺得韋翰講的是合理的 這個政府是沒事幹 這種小事可以搞吵到這麼大 應該成立國家隊 徹殺到底 先成立一個專案辦公室 來進行研究 我差一句話 其實剛剛講這麼多 我覺得詐騙確實是存在台灣 打炸國家隊不是只有1.0 1.5 你真的要把他禁止 然後所有在台灣的電子消費 刷卡記錄 網路購物 他真的馬上就會有 這個詐騙電話來 所以到後續他在跟他去談什麼 我有朋友遇到這樣子 真的是不穩其勞 有講說你們可以不要做詐騙了嗎 對方要跟你聊開來講說 是 不然你幫我介紹一個好工作 我就沒有別的工作 他跟你聊開來的 真的 這是確實我在旁邊聽的 所以你不要把後續的談話內容 把它當成重點了 重點是前面他為什麼打給你 因為你刷卡了 他打給你幹什麼 他要詐騙你 誰在跟你談兩岸 不過你覺得他為什麼 會有你的資料 因為他在網購物 各自外線 對 這已經是稀奇了 這才是重點 重點是查各自外線 不是統戰電話 像比如說 我才剛交這個氣燃稅 我也是接到這個 我也接到詐騙簡訊 就是政府的所有的這些機關 就都被滲透了 我覺得這實在是問題太大了 對 就是說你民間會被滲透 但是政府的滲透是更嚴重 因為那是公權力的機構 不管是健保署 內政部 這個部 那個部 那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你政府要先從自己做起 那成品他可能就這一個 假如說今天很多人來檢舉 說不得了 我們都被統戰了 也許你還去查核戰 這就這麼一個 為了這一個 你就大張旗鼓 唐鳳欺勢帶隊去 很好笑 你是個笑話 成品滿冤旺的 對 成品也很衰 他就拿成品開刀 成品我都敢開刀 你們小心 你們自己健保署 內政部 還什麼亂七八糟 各種這個會 那個會 你們自己洩漏都沒有事情 這叫只准周關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就這樣做 修律長再回來 我覺得黨中央跟朱主席 幾個月不管是戰術或是戰略上 真的是錯誤擺出 但是七轉八轉 終於最後來到水落石出 柳暗花明明天就是宣布 所以你剛才把它講得又複雜了 我是不是很同意 因為明天就是宣布侯友宇 他為什麼昨天要見兩個人 先讓他們知道 就是說我更記得就是這些 給他們看 其他的選舉也都這樣 你看了以後 你明天才不會說怎麼這樣 為什麼不今天看明天發表 為什麼要昨天看明天發表 不是 他昨天看了以後 還叫大家瘋口 因為主席有主席的尊嚴 他要在中常會宣布 我這麼多十日所做的辛苦的事情 總要找一個黃稻吉日正式宣布 你現在找到這兩個來講 就揭露出去 那都沒有面子 不是 你不懂我意思 就是說他可以今天找他們 來明天宣布 主席 沒有影響的威夷 不是 我認為這個也好 我同時我恭喜國民黨 也恭喜朱主席 終於有到這麼一天 就是說不再有紛擾 要是我 要是我 前天人家傳聞出來說 這個黨團38個委員裡頭 只有四個挺他 這四個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新門的陳怡森 一個是軍系的吳四懷 一個是後山的復坤城 復坤城 復坤城 還有一個是新竹科學營區的 林思敏 對不對 如果我是國台民 我想說這四個 我馬上宣布退選 停止選舉 你的陸軍是這個樣子的 你的空軍是用錢 臨時僱傭來搞熱熱鬧鬧 這個空軍是虛的 這個陸軍更可笑了 我告訴你 郭台銘到底誰在支持他 兩股人 一個就是這個 我剛才講的 那四個背後所代表的這些人 還有加上二線的地方的 屏東 彰化 雲林的 這些地方議會 他們一副百應 你看屏東 這個議長一叫 所有的議員都站台 你想要這個很奧妙的地方 就是像吳思淮 陳怡震 這些國民黨裡頭的 非主流保守力量 是當年李登輝不要的 但是二線的這個 這個地方二勢力 一地方勢力 是李登輝盡量拉攏的 現在郭台銘竟然把這兩股 有矛盾的力量 都挺在他的背後 就是李登輝不要的 跟李登輝要拉攏的 就是現在郭台銘唯一支持的力量 這個是代表 我說的 不好意思 你們忘記了 這個就是阻礙國民黨 向前進步 向前進步的退步力量 竟然郭台銘還要去笑他 他說讚喔 讚喔 他昨天還講 因為郭台銘說 郭台銘信心滿滿 不是假 感覺他會對 所以大家都害 這個違反也是這樣 因為他們都覺得 郭台銘信心滿滿 現在閃起來說不是你 這聲音 我覺得不會 我沒理聽我講 所以先租地方 要開什麼會 要反叛 要反彈 都不會 因為郭台銘沒有那麼笨 郭台銘如果縱容他的部下 做這些事情 一一熬在台灣社會 沒想到 我覺得他不但會很客氣 但是客氣是不夠的 因為他曉得 黨跟主席對他仁智義盡 你只是說不作聲 就好 我尊重黨 不夠的 你一定要拿出你的誠意 好好的挺侯友宜 侯友宜如果有什麼參會 有什麼酒會 你一定要去 而且要表示你的誠意 我們大家說 選舉給你勸勸 勸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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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真的拍得好 也有這種 我跟你講 郭台銘 郭董 這是你最後的機會 表現說你不是那麼膚淺的 政壇那麼膚淺的人 表現一下 表現你的誠意 讓國民黨好好打這場選戰 我請教你 郭台銘四年前你幫他很多對不對 給他出很多主委 三個月 三個月 我都有記錄 這次有沒有跟你請教 沒有 連一通電話都沒有 我都很奇怪 他應該起碼打電話說 老師 你最近手頭有沒有比較緊 不久以前 吳世淮將軍來本節目 他說在那邊 你想得我有問過他一個問題 我說吳世淮將軍 委員 你到底支持誰 他怎麼說 他我支持黨提名的 所以你他現在不便講 但是這一次問的時候 他挺郭台銘的 你知道嗎 但是我不怪吳世淮將軍 挺郭台銘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軍事立委 而且他不是所有現在的 現役軍人的立委 他是代表老的那一股力量 那股力量是郭台銘的支持者 比較多 他應該要反映他們的意見 這個沒有什麼不對 你吳委員 你就比較老實 比較貪貼 但是有一點 陳玉珍 陳玉珍從頭到尾 第一 郭台銘的金門的委員 你縱容金門的委員替你 因為你沒有比他的人 你讓金門的委員 幫你操縱這所有的一切 你是注定走上 沒有希望的路 陳玉珍今天緊急取消記者會 對 他本來是這樣的 你不覺得有多 不過我覺得 還有 我講 你看郭董在屏東 在高雄造勢的時候 旁邊站誰 站張賢耀 你難道沒有能夠找到一個 比張賢耀 更沒有爭議的人 站你旁邊嗎 太奇怪 你走上沒有希望的路 你自己還不知道 不過老陳這樣 因為反正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支持者 郭台銘跟侯友宜問我 都各有優勢 也各有劣勢 對選舉來講 有的人是有他的長處 但也有他的比較缺的地方 在國民黨之下 沒有決定提名誰前 有各的支持者 我注意也很正常的 不可能都支持一個人 但是現在說如果一旦決定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明天是誰 對不對 因為朱立倫真的天危難測 他想些什麼 真的沒有人知道 明天 你現在心裡頭真的不知道 不管 有沒有導向一位都沒有 你現在越來越偉大 真的越來越神聖 很中立 做節目就要很中立這樣 不管明天誰 就是我是覺得說原來那些 都包括無視壞也說 黨中央提名誰我就支持誰 現在他當然可以各喜各愛 我覺得沒什麼 但是一旦提名以後 就支持那個人 也就是這樣子 包括藍軍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現在我不喜歡這個 這個不投 非那個不投 你飛來飛去 你就落選了 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對不對 你只有說不管誰 就是全力支持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全力支持 再加上 就拉一些中間的選民過來 就會當選 我常常講 我說 總統這個選舉 你看大的 小的都不用看 大的就很簡單 南部小輸 北部大贏 中部打平 或是小贏 你就會贏 如果你南部大輸 其實是公投不就這樣嗎 高雄 台南兩個地方 就給你輸光了 這兩個地方 就把全台灣通通都翻盤了 南部如果你大輸 北部只小贏 中部打平 你就輸了 就這麼簡單 不是 主帥 你講這個大 小太籠統了 你忘了一個因素 南部的人口少很多 所以大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對於說 你大贏這邊小輸 他就override你 就超過你 所以基本上 我在看這個選舉 我真的沒有什麼好惡 我對郭台銘 對侯友誼 沒有什麼特別 我只從大局看 誰比較有可能贏 我只看這一點 休息一下再回來 郭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 是不是你認為就是侯友誼 應該是 沒有 這個陳醫生剛剛已經承認 他上淺秋節目還在挺郭 一下節目就接到郭的電話 然後11點那個記者會就取消了 事實上今天早上 11點的記者會就是要造勢 然後晚上宣明志那個中常會的晚宴 也是要談明天的事 兩個都取消 換句話說就郭台銘陣營 包括宣明志開始還滿有信心 覺得他們會被整理 那一定是接到郭的本人的電話 這個別人不可能代言 然後 郭從什麼地方接到訊息 從主席 而且談到5個小時這個 幹嘛 真的談5個小時 這個真是難以想像 談什麼事情談5個小時 這個朱如果真的 就是當面跟他講說是猴罵 那一定是要挽留他 希望他能夠參與整個團隊 一定是這樣的一種談話 再來就接著他的角色 未來是怎麼安排 我也很覺得 其實侯友宜 從頭到尾就是國民黨裡面 比較可能被徵召的 大老常常講說 你幹嘛一直講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真的 真的完真的 郭台銘真的 他自己 來 大老你想想看 他去金門 他去見韓國瑜 他去見柯文哲的母親 他昨天 今天禮拜二 昨天還跑去苗栗 留下來 電視台都留下記錄 我90%的人 99%我有信心 我被稱章 明天一翻兩刀眼 不是他不是 他的信心哪裡來的 他的信心 他覺得 因為他自己有做民調 他覺得他民調 其實沒有輸入侯友宜 而且他地方 你看所有人跟他建議 他唯獨沒有去跟蔡英明和解之外 連韓國瑜本人他都去了 他透過張榮蔚 四年前他跟韓國瑜的不愉快 韓粉對他的有國不投 他要企圖去化解 他人都到了雲裡 也真的都見到了 事實上韓國瑜這段期間 兩個人他都不見 黨主席也希望說 見就見了 照片不要撲 也不要照 他還是有 所以就是說他近期一切的力量跟可能 行程確實也趕得很 非常的匆忙 七天半四場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雖然大家都了解 真的覺得說 要徵照你機會沒辦法 可是他是很認真的在選 很認真的在走 而現在也只有他一個人 他連馬英九都討好了對不對 他到金門去講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侯友宜還沒有這樣講 但是政治的實力還是擺在那邊 去年選舉他都沒有動 他連高華安他都沒有去對不對 但是侯友宜他是 我可以公開講 這個謝國良還有蔣萬安 還有宜蘭的林茲廟 都是侯友宜派人去幫忙的 這幾個人 你看這幾天根本沒有出來 跟郭台銘有任何互動 因為我就已經是侯友宜幫了忙了 只是侯友宜他帶此 會有他帶此的問題 重點來了 因為昨天晚上都已經見了面 談了四個多小時 快五個小時 今天還要見什麼 顯然如果朱主席覺得 還有必要再跟他談的話 就擔心明天宣布之後的狀況 你看昨天晚上講完了以後 郭台銘甚至沒有第一時間 告訴薛明志 中常會的吃飯 中常會的吃飯 今天晚上的吉萊登取消 然後11點的陳玉珍的 肇事大會取消 沒有 他說今天早上他才通知他們 所以顯然他昨天晚上內心 應該會很亂 如果很亂的話真的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的機率 被政章的機率 是絕對低於侯友宜的 可是你卻講出了99.99 你說我應該有一半的機會 大家還覺得很合理 因為我拚了 但重點在於3月底的時候 到底朱立倫是怎麼跟郭台銘說的 因為你要知道 他去美國之前他們是有會面的 難道說朱立倫分別見了韓國瑜 確認他沒有要選 見了侯友宜 也見了郭台銘 見完朱立倫之後3月底以後 整個郭台銘才啟動他要選 去美國回來以後 還提早回來一個禮拜 對 然後再去日本 然後回來又開始這個月 對不對 辦活動 所以如果朱立倫 當時是有Promise這個郭台銘說 只要你民調贏過侯友宜 我們徵召你 他這段時間努力我覺得合理 可是昨天晚上拿出來的科學數據 民調他確實輸給侯友宜的話 我覺得郭台銘也不至於一道翻臉 可是觀眾朋友我要必須講 在這段期間 他有親自見了柯文哲 也見了柯文哲的媽媽 所以接下來如果說 國民黨沒有徵召他的時候 他有沒有可能就是不幫侯友宜 但也沒有怎麼樣去反扯後腿 但是就放在那邊等 力量並沒有集結 因為現在有一些挺郭的人 他們是說我不要支持侯友宜的 第二個就是說他有沒有可能 跑去跟柯文哲另類合作 國民黨一定會有給他一些offer 譬如說第一個副總統 第二個行政院長 第三個立法院長 看他要不要 我不是郭台銘 我沒有大佬那麼認識過台銘 他以前還有教過他 我只是站在這個角度來看 他確實 你看他還跑去跟侯友宜 有沒有 起乳跑 侯友宜就不知道他在那邊 他還要印出來 我們兩個一起點起乳跑 結果中共時報把他直接卡掉 根本沒有看到過台銘 只有侯友宜的照片而已 對不對 所以他是極盡一切的 在過去這一個月 我確實講跟四年前 確實是判斷兩人 所有的 我會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可能也不太禮貌了 就是手段夠狠 然後臉皮夠厚 身段夠軟 這一次的郭台銘 跟四年前的阿炳 確實是不太一樣的 還有危害 因為你三次提到民調 所以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郭台銘的民調 其實不難看 但是這種做民調的方式 就是說他們兩個差距 其實不是很大 都還可以 但是那個接到電話 說我支持郭台銘的人 會不會很大一部分是綠的 因為綠的大家都有默契 就是要郭台銘 為什麼 綠的覺得郭台銘比較好打嗎 不是 這個綠的非常的矛盾 如果你把郭台銘跟侯友宜來比 以國家的未來在綠的心目中 是不應該支持郭台銘的 因為我剛才講支持郭台銘的人 就是李登輝討厭 還有李登輝要拉攏的這兩股 很不理想的在民進黨的心目中 但民進黨在這一次裡頭 除了郭台銘去挑蔡英文的BNT以外 他們基本上是支持郭台銘的 為什麼 第一點就是要 政黨越勞 人越久越好 最後如果國民黨真的上當 提郭台銘的話 那更好 好打嗎 所以你們難道不同意民進黨 最怕的是侯友宜 而不是郭台銘 因為是郭台銘的話 民進黨的歡喜 你知道嗎 倒在睡就贏了 難道不是這樣嗎 有兩種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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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只有這個問題 提到柯文哲 我覺得柯文哲厲害的地方 年輕人喜歡的原因 他就是遠跟不遠 其實都一樣 隨時在演 隨時也沒有演 而且他是很高級的不要練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是這樣 不過這個賴清德 沈總統他現在 年輕人支持度還是很高 但是賴清德介紹 他們安進場的今天這個方式 我覺得有點訝異 這顯得很單薄 但是單薄當中又很做作 就示範給大家 就是我們幾個人 但是他找來找去找潘孟安 其實不是現在才找 因為潘孟安不尋求連任 就講得很清楚了 他就是要投入賴團隊 但是屏東是最快 講說信賴台灣 所以這是其來有志 但是潘孟安不管多厲害 不管選舉無往不利 所以畢竟是一個南台灣的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用他來操盤 我覺得證明賴清德的人脈方面 是比較弱一點 好吧 這個說為了避免得罪年輕人民進黨定調 打侯友宜 不理柯文哲 另外居然還看到民俗專家方寬明 在賴清德的競選總部前面 說幹嘛 說好像是看風水 他說沒有 我是剛好路過 而且剛好認識潘孟安 才聊聊天 所以大家看到 要相信這個 來 選到總統看風水我覺得很正常 之前馬英九要選總統的時候 也有人講這個對不對 所以放了一個95至尊劍 在他辦公室 那也不是馬英九受益的 可是後來選上來就有用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我先跟觀眾朋友報告 你現在目前撒克都看起來 其實我是看好賴清德 贏的機率是高的 但是回過頭 我們今天這題討論他的網路直播這個 就小弟稍微發揮一下我的粗錢看法 觀眾朋友昨天網上他的直播 不是在他賴清德的YT 他是在民進黨 民進黨的官方YT 目前訂閱只有4.2萬 連10萬都不到 賴清德他最近主打他 講他媽媽 講小時候採到釘子 但是賴清德YT是2.4萬 你既然要開個人吃播 他的YT居然沒有串播 就是致命傷1 你根本不懂網路 你要嗎 民進黨跟賴清德個人YT兩個都要有 第二個 沒有串播 第二個 你同時線上觀看人數是600 現在如果你要算是有紅的話 就是同時上線要1萬 那個才叫紅 600 現在目前600 然後再來你的觀看累積數是1.6萬 如果算紅的話 觀看累積數要破百萬 破百萬 我就知道嗎 線上600跟線上1萬 累積觀看1萬6跟100萬 差別在這裡 所以比較沒有傷害 賴清德網路還有很大的改變空間 第二個 你找你的潘孟安總幹事 來跟你吃東西幹嘛 你應該去找知名的網紅 我們現在網路上很多吃播的直播主 賴清德 他怎麼會這樣呢 如果你不想找這些網紅 你應該去萬里 你應該去台南 對阿甸來吃好味 對不對 吃好料 然後就去 這是我以前當台南市場的時候 最喜歡吃的乾麵 最喜歡吃的拉麵 絕對會比你這個做在裡面還要好 第二個 你今天已經領先了 然後這個國民黨現在亂成一團 紅葉跟郭台銘 你這一個月你浪費到時間了 你既然知道你年輕的選票是最少的 他應該另外就用他自己的YT講說對不對 阿甸來開槓 你有什麼所有對我的問題 我就回答你 而不是一天到晚都要由發言人 郭亞會陪著他 所以他的YT成長速度其實是偏慢的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總統參選人 現任副總統加民進黨當主席 他的網路操作遠遠輸給蔡英文